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佈會員獨享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貪婪韭菜,我是諾瑞 可以看到我畫面 今天就是比較少了 今天的行情呢 非常的 非常的難熬啦 因為也是連續上漲了 算是三天 那大盤其實就是 算是直接 我們這邊直接看吧 他是直接呢 把 算是從上禮拜五吧 大家看一下這是日線 上禮拜五的這個低點 都把它給跌破了 所以說這個 在 期貨市場裡面的表現呢 我待會再跟大家來做 分享 那如果說今天 如果說你是受傷 而且是昨天追 因為昨天 行情超好 然後去追高受傷的人 那或者是說 前幾天這個 無腦做多當衝 然後受傷的人 就是還是要 好好去審思一下 去思考一下 你到底適合什麼樣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這個東西呢 我這邊 我先分享 我先講大盤好了 那 大盤昨天的這個副盤影片就說嘛 家庭指數是突破的有點無音兩可 那終於知道了 他要做什麼 我們要等那個CP來公佈 因為其實 在 因為之前有加入一個群組 那裡面剛好就真的有一個 是真的在外資 算是在上班的人吧 上班的人 那 應該算是主力之一啦 反正是一個team啦 主力也不是一個 是一個team 那個team就是主力這樣子 那他們會去 好好地去審思一下 現在國際的情勢啊 那現在呢 要不要利用這個國際情勢 那他們的策略是什麼 那他們都會去 可能都沒人會開會吧 那 就是這樣 反正真的有主力啦 我個人 就是親眼見到了 真的有主力 他也是 對 就是這樣 反正在昨天 他利用CPI數據 昨天預期CPI數據公佈是 好像是預期說 會是5.2 然後最後開在5 就是說少於0.2 這是低嘛 代表說這個通膨的這個數據是比較少的 少於0.2 就是說整個呢 那時候 剛發佈的時候 我有在做管理 因為那時候剛發佈的時候 昨天晚上那時候 是8點半的時候 卡一個 就是我在錄會員影片 然後就順便看 然後那時候直接從 這該是15 15950 15945 15930 那邊直接一路衝到了這個地方 那衝到這個地方 萬六的時候 當下其實 有點想做工 結果眼睛一直在瞄 一直在瞄 但我嘴巴還是 在錄音 然後想說 萬六 然後因為他到萬六之後 就卡在那裡 就是 衝的時候衝超快 然後到萬六的時候 就卡在那個地方 卡了大概有個幾分鐘吧 對然後就 利用這個大好的數據呢 然後跟著美股上漲 把他這個空單全部洗掉 為什麼說把空單全部洗掉 因為有一些空單 大致上可能他會 在 可能萬六那個地方 想說應該不會那麼快吧 然後在萬六的地方 就射一個 射一個這個止損 所以搞不好真的是 原本主力值打到了 16 16000 然後之後又往上衝了三點 因為這個是被這個 打這個停損打掉 那這要去細看1分K啦 我這邊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因為要去細看是誰去成交的 比較會清楚一點 這邊拉拉拉拉拉不太到 OK那算了 反正呢就是昨天是 我們看5分K好了拉 我們看一下5分K 昨天是利用這個CPI數據 公佈呢 大好然後往上衝 然後那時候 真的想說去空 但最後沒有去空 反而是在這個地方去做多 結果後面 又被打下來 又被打下來 就是沒有去 拉上去的時候 沒有去做停力 又被打下來 然後連續被打好幾次 對 所以就是在 今天跟昨天晚上其實在 期貨的操作呢 非常的差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差 所以稍微 趨緩 緩和一下 緩和一下 好那這邊繼續講吧 就是說 造成 他算是把空單全部洗刷掉 直接中刷一下 因為看一下今天開盤 今天開盤是開這麼低拉 開到1584 15865 這個地方然後 在剛剛盤中還有最低到15808 所以說這個多單呢 多單如果說你是在前幾天加入的 我們看一下日線結構 然後日線結構的話 如果說你夜盤沒操作的話 你是操作日盤的話 那你可能從這邊開始 做進場的話 基本上 有可能就打 把你的多單全部打掉 因為這三天啊 主要這禮拜這三天嘛 然後 這個行情還特別好 所以你可能會造成 我就買進多單 然後看有沒有就會 往上突破這樣子 然後 就是說把 空單呢 用掉了 那算是 主力 多單受傷啦 那空單可能被打到16000就沒了 所以說主力 我目前看起來我覺得他應該算是大獲全勝 真是大獲全勝 因為 每天在觀察夜盤的人 就應該會有一個發現說 我昨天晚上真的是更跌啦 我昨天納指往下跌更跌 那前天納指往下跌他不更跌 因為他才要在禮拜三做一個 他認為一個不錯價格的結算 所以你說 台股真的沒主力嗎 控制期貨肯定有 那各國應該單一一個 可能 同一個族群或許就有同一批主力 也說不定 對 好 那今天就是一個 獲利大回圖啦 那 也許 也是 買支撐進場的位置 為什麼這樣講 待會一起看一下 而是說呢 大盤現在跌破了十字線 大家看一下 大盤跌破了這十字線 所以有可能往這條線 月線去走 對那 我個人就會一直在 節目裡面反覆的說 我沒有特別在看均線 我還是看支撐和壓力 我還是看支撐和壓力 因為 呃 如果說我們 要特別特別去看的話 那今天呢 沿著十字線做操作人 今天的多單 然後今天的一些 可能期貨 的一些單 全部都要截掉 然後呢 等待月線 再去做進場 對那會不會其實這個地方 直接又往上走 也有可能 對也有可能嘛 對所以說 你看到五字線跌破 往十字線看 十字線跌破再往這個月線看 月線跌破再往季線看 然後有些人會這樣慢慢看下去 那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有點徒勞無功 對啊 好 那貴買就依然守得很好 沒有重度的去下跌 我這邊看一下貴買 貴買十字線在這裡啦 就看十字線吧 比較緩和一點 不用看那麼急 我再看十字線 就 在這個地方 就還沒有 一個重度摔 摔下來這個地方 對那 如果說我去思考的話 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昨天就說大盤其實就是一個沒有突破 突破有點模擬良可 可是感覺上 如果說 我以 一個 呃 就是 要突破上去再回撤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他基本上是沒有突破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昨天 也有給大家看這個 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拉上去嘛 是一根拉上去 那台股市拉得有點模擬良可 那種感覺 是沒有突破的感覺 所以說 去思考啦 今天其實就是 本來昨天就沒突破嘛 然後再度 橫盤而已 而且目前的橫盤還是這個上漲中繼形態的橫盤 對就是說 目前呢 如果說看這樣的話是這樣的啦 是 像是 山山山的三角形 那如果看這樣子也可以 他是從底部 拉上來這一段 那這樣的一個橫盤 因為橫得越久 那就越明顯 所以說 這個位置呢 欸搞不好就有機會再抓一段 再抓一段上去 我們先畫在這個地方好了 我們畫在這個地方 這邊 現在目前看的是一個中繼嘛 我把它拉高一點 OK 那從這個低點 開始算上來 這個點 他是一個上漲 中繼形態 當然他有可能再跌到這裡啦 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但 就算跌到那邊呢 我個人認為他依然還是走一個 多頭啦 還是走多頭 然後如果說這一波真的這樣往上走的話 是會 就差不多到達我們之前講的 16800這個位 16750這個位置 所以說 今天的紮盤或許 我認為還是 有機會上車的 當然會不會繼續跌 這個真的很難講 因為有可能今天一跌 那看十字均線的人就說 危險了 所以說就先把一部分的籌碼 就先賣掉 所以說如果說你是昨天 或甚至是 前天啊 追進去的人 搞不好 還是會殺 是追喔 追高的那種追 那 可能就會被殺下去 好 前面 講了9分鐘 講了1.9 OK 那我們就來分享這個東西 呃 等一下 休息一下 今天呢 就是要分享的東西是這個 感同 深獸 那 我之前有看過一部影片 就是 算是一個YouTuber拍的吧 他拍呢 他自己到這個 地下道 然後 睡幾個晚上 然後假裝自己是街友 就真的是拿一個 紙箱 然後都放在那個地下道的旁邊 就是那種 地下人行道的那種 不是那種水 那種 那種 卡通還是那種地下道 水 有旁邊的 中間有水的那種 那他是要體驗就是 街友的生活 因為其實就是有 蠻多人都會認為說 呃 蠻多人認為說 街友其實整天就無所事事嘛 然後他們 對社會都沒有什麼 攻擊 為什麼還要去幫助他 什麼之類 或是說 甚至 你社會一些社工 那想要幫助他的時候呢 他會拒絕 對 那其實看到後面 整個 其實就有點 類似 比如說像遊戲 或是像電影一樣 有點像是 開放式的結局 因為其實沒有結局 因為 這種事情 就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我個人也覺得 非常認同 把他關掉 那最後結論我認為很好 他就是講一句 我覺得說非常好的話 他講說 就是說 他就算他去那邊 就是把自己當作是街友 但是 他也沒辦法真正的去 體會 或是說 對 體驗 然後也不能去體會說 那為什麼 街友 最終會變成街友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他是 內心承受了多少的東西 他是因為比如說 他被詐騙 老婆跟人家跑了 他失戀 那他是其實小時候被抓走 後面逃出來 是比較悲觀 或是比較 聽起來比較瘋狂一點的 對那有可能他純粹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都有機會 都有可能 因為我沒辦法知道 所以說 這個 東西其實影響我 對於一些 看法 蠻深的 就是在這邊跟大家 分享 就是說 你不是他 那就算 就算你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 比如說 他是因為 被詐騙 沒有錢 沒有錢之後 老婆跟別人跑了 老婆跟別人跑了 小孩不理自己 然後最終崩潰 然後房子被騙走 然後就想說 人生就這樣 算了 就是你跟他 跟他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也未必會去當街友 對 因為其實他知道 回歸到每個人的個性 是什麼樣 有些人是越挫越有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放棄 但 我不是講說街友 那就是放棄 可能就是因為 很多不同的因素 就跟 股市一樣 股市會造就成這個價格 會往上漲 會往下跌 其實也有各種因素 就像今天的個股 有時候有的會上漲 有的下跌 那上漲就說 今天大盤很好上漲 我沒有啊 今天大盤也沒有很好 下跌你可以說 因為今天大盤 跌這麼多 我去停損 很剛好 我有在做停損 很剛好 就是 是有多種因素去構成的 所以你就像跟他做一模一樣的事情呢 你也未必能夠感同身受 那 有一些 呃 對我要講下去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講到股市裡面 我們還是會回歸到股市裡面 那在股市裡面的感受 就是真正的感同身受 就是說 你沒有真正的去賠過 或者說你真的賠過了 但是你的死個性 讓你會想要去拼回來 所以說 你有太多的 呃 只有太多太多過來人的一些觀念 就是常常大家講 老生常常的一些觀念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對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 我真的講 很高達90 90% 八九成的人 可能真的還是沒辦法在當下去聽 就是比如說 你現在是一個股市小白 我跟你說 當衝很危險 我跟你說 這個不要追高殺低 我跟你講 這個 自然要做好配置 不要全部OE1檔 什麼之類的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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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仍然是沒有辦法體會 講這些話的人的感受 所以你沒辦法體驗他那種 很痛苦 賠錢 很挫折 很失敗的那種感受 所以呢 你仍然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去做這個錯誤的一個操作 那直到你 賠了很多 覺得很累 然後 情緒呢 起伏很大 然後最終覺得說 刷刷去 不要了 才知道那種感覺 才知道多重要 就好像可能很多 比較 比到 在股市面有跌一跤的一些人 比如說 這個 股票市場很危險 什麼之類的 那其實之前在工作的時候有聽到某個阿姨就是在分享他 就是有聽我在碰股票啊 然後阿姨就分享他的這個 親戚啊 什麼在融資很危險什麼的 那我心裡想說 融資不就是 你的保證 你的那個 我忘記他叫什麼 對反正就是 反而他是能夠把你斷頭 不會讓你像獻股一樣 買著呢 就不會 你可能一張不卡 奇蹟自然 像之前不是在 中鋼漲上來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 網路消息 中鋼放了二三十年呢 終於又漲回了四十幾塊 對好像是一個 罵罵吧 反正就是有當然一個消息 對啊 他真的奇蹟自然 那之前認識一個前輩也是這個 紅海吧 領這個股息應該也是 領回來了 紅海之前好像有到 欸我忘記多少 一百五還一百六吧 那領領領到現在呢 在去年大漲 他跟我分享的時候是去年還沒漲之前 好像在 七八十塊吧 那現在價格不是到一百多嗎 他回來了 他領股息 慢慢慢慢領領領領領領 也是領了 應該二三十年有吧 也是領回來了 對那 我想說 龍之不就是可以幫你 砍頭 這個斷頭 斷頭然後就 至今又回來的那個東西嗎 所以說 就 一些人 如果說遇到一些事 他不一定 能夠呢 真正的去 知道那樣子的一個 感受 對我們講回來 就是說 他會知道多重要 可能真的陪過的人會知道多重要 但也僅僅是知道啦 不一定能真正的感受 就是說他可能呢 現在的錢賠光了 再一次 再存個一筆錢 然後東山再起 又再次 一樣 這也就是說 股市裡面 常常人家講說 股市心理學嘛 對不對 股市裡面其實 講真的 我也不知道說 比例到底該怎麼抓 是心態佔五成呢 技術佔五成 那還是說是 心態佔七成 技術其實只要三成 對那 我也不太懂那個 中間的過程 那 我只能歸類 回來啦 總歸一句啦 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真的沒有這個真正的感同身受 所以說 在股市裡面 大家就說 你去賠 你去賠 你才知道呢 只是說進來股市裡面一定會賠 對我非常同意 這件事情 所以 因為這樣 本來就沒有嘛 我們一直講一直講 那本來就沒有這種東西 這本來就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雖然是 所有的天使地義 人和 都剛好 搞不好呢 你們兩個個性不一樣 會造就成 不一樣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說 進來股市 基本上都要賠 所以說如果說你現在在賠呢 在進行這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就要慢慢的去 不斷不斷去調適 把它給 調回來 對那 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期貨操作的 有夠爛了 昨天跟今天早上的操作很爛 對那 就是還是有波段去做保護啦 所以說 現在還可以這樣跟大家講話 不然 今天賠一賠 我覺得 心情就很暗雜 雖然是有一點暗雜 就是覺得 終於要 又認真要搞這個 期貨一次了 結果 感覺上好像 還需要再練練 對這種短線的東西 還需要再練練 因為平常都是看日線 我平常 副盤都是看日線 所以 看日線 其實好像 比較能夠去 適合我啦 對那也有可能像我之前講 我的個性在 可能早上是比較OK 那可能到 下午 像現在就會比較有情緒一點 就是在講話 這個當下下午 就比較情緒一點 那晚上去操作夜盤的時候 情緒就比較多 因為可能也不是一直在盯盤 那 就是我本來也不喜歡一直盯盤啦 因為我認為一直盯盤 也不是我的風格 所以我所有早上都會出去走路 或是買午餐之類的 或是去走走 或是買個食材回來煮這樣子 就是會 安排這樣一個行程 讓自己健康一點啦 對所以 就是 多種原因嘛 那我們要找什麼原因呢 我不知道 因為 就是 對 就是沒辦法去 完全知道 只能慢慢的去調整 要嘛不操作 要嘛真的去調整 把自己的情緒 壓到一個 可以去 認真看短線的 這樣的一個情緒 OK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吧 剛前面也是花了一些時間講 不過我們 這部影片的這個 個股比較少一點 我們就來看一下新聞好了 OK那我們看一下新聞 新聞講說 美國的 這一個 一向有 佛羅里達 大學金融系教授 這個不知道怎麼唸 反正他就說 ChatGPT 可能應用於 預測股價 那這個是 大家要高潮 可以應用於 那我自己保持著 中性看壞的一個角度啦 因為 我是不相信 人人均富這件事情啦 因為 股市 應該說這個 世界 整個世界 整個地球 的這個 邏輯就真的是 80%的資金呢 都在20%的人的手上 對所以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法則 這是一個自然法則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據去支撐出 這樣的一個法則 因為有這樣的法則 所以我們才能夠在 股市裡面 賺錢 對那 像我們 影片 我們 影片觀看數不多 那我算是小眾 但是我們有可能賺的錢 是去賺 其他呢可能 每天的流量都蠻大的 一兩萬 幾萬 十幾萬 二十幾萬的這些人 譬如我們賺的錢就是 像 去年不是很多的YouTuber 反正我不認識啦 就是很多 比較 都是在看總金的 那當然 總金的東西 或多或少 或許有用 我不能去否定他 他就是沒有用 但如果說你就是一直在看他們那些東西 然後去做空的話 那可能錢就是被 我們這個 平常只有兩三百人在看的這個 小頻道 的人給賺走 我們就剩下20% 賺走他們80%的錢 也是 講得很合理 對所以 我個人是不太去 認同他講的東西 他的東西是說 他是讓這個 TrackGPT 去 那個理解呢 這個新聞 財經新聞的 標題 然後呢 讓他去 預測 未來的 應該說預測 明天的走勢 對那他這個東西呢 我剛剛去 有去看一下 對 他說 隨著越來越多人使用這類 工具 市場將變得更有效率 報酬率的可預測性 也將 隨之下滑 所以 我猜 實際使用後 報酬的可預期性 將在未來 五年內 歸零 對 沒錯 就是 他其實講的東西 我把 我中間這裡有點 一段沒有看 反正呢 我個人也是覺得 我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說這個 是一個 股票 如果是股票市場的話 我覺得不可能 那當然還有一些什麼 套利機會 搞不好他真的有辦法 計算出來 但是 如果說單一只看 股市的話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這邊還是充滿 非常多人性的地方 對 如果說當大家 每個人都在用的時候 那 會不會就有專門去 狙擊這些人的 一些 作手 一些城市 然後來那個 因為錢 就是 越大的人 他就是越能夠 去掌握這個權力 在股市裡面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巴菲特 他說他 他不考慮出售任何 蘋果股票 對那目前的 蘋果的股價 我們中間有興趣置於看嘛 我是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巴菲特的這個 擁護者 價值投資的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Apple 因為其實我一直很想講 Apple的這個 他的技術線型 因為他技術線是非常的 減碳 因為當初你看 他這一波強勢上漲 從這個地方 幾乎沒有回頭 所以應該沿著 5日10日 一直瘋狂上漲 到這個去年的8月多 然後真的到頂部 就很簡單的被一條 下上均線 就壓下來了 真的是 抓住 沿著均線操作 沿著均線 或者說你到這邊去做空 就下了一波 那目前呢 現在底部有一個 類似像頭肩底 頭肩底的一個結構啦 就是說如果說這個地方 真的順利突破 這現在 我把他移過來 這地方 現在被打到第四次 然後呢 這邊這個階段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說他能夠突破的話 那 這個 我相信NAS 就有望 有機會 再往上去走 然後Apple的股價也是啦 那目前回歸到這個白色線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撐 就他不僅是一個形態的支撐 也是 包含了這個 目前 如果他這個一直 這樣因為他下跌的空間 是這麼大嘛 就如果他跌下來的話 當然他可能會緩跌啦 但如果跌在空間這麼大的話 那NAS一定不有 有利於他上去 這樣子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 目前Apple就 蠻值得關注的 或許這個大條的 下上均線 快要突破了 那 會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掙扎 那到底要上要下 不知道 有可能 不會這樣盤整 而是先下 打一個 破底翻在上 這個看主力去怎麼做了 OK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目前的比特幣的一個情況 然後 比特幣現在看的話是一個小時 那我個人看比較簡單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 這個小時呢 就把它當作是台股的一天 我這樣看 或是說我們切成四小時 也是OK的 對 加密後幣市場 我認為不要看得太短 我覺得看產業比較有操作 那目前已經成型了 他也有點像是 我剛剛前面講的 他是一個上漲的一個中計 所以是說他家上漲的格局是 上漲的機會 較大 突破的機會是較大的 對 那 個人是這麼認為啦 因為他是 一層一層的 這樣不斷是 去 上去突破 這樣子 我放這裡就好 OK 反正目前呢 比特幣的一個走勢就是 就是說 如果說 他往上 拉突破了 拉突破的話 我個人 覺得他突破一次 應該是蠻有機 他的慣性 不能追突破 他慣性是不能追突 不是他突破回來的那一次 我就會比較能夠去作單 因為 在這個月操作一次 就發現說 這個突破非常容易形成假突破 所以說他再一次突破的話 那個高點那個位置如果說會抓到一個轉折的空點的話 你去空一些山寨幣 搞不好這個碟式非常的兇猛 非常的好 這樣子 那 在昨天的這一根吧 對 昨天的這一根呢 這根下來就蠻多山寨幣就 有線型 然後我直接往下跌 那我自己是有在這個地方去做 一些山寨幣的一個進場 那昨天是數據公佈也是上衝 然後下襲又拉回來 所以目前整段就是這樣去看吧 就看大一點的空電就這樣子吧 對 目前就看這樣 然後他如果 如果說有突破的話 我反而覺得說你要在高點抓住 比如說一個小時 或甚至真的是一些比較短結構 5分 15分 30分 一些比較短的一些結構 如果破線 我覺得他較大機率 大概要有七八成 他突破之後會再回來 這個概率非常的大 對因為 多不少的 反正就是有發現這樣的一個邏輯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現在的 納子吧 納子後面去改一些圖 改改改改改 然後 他在轉管上直接砸到了我們最重要的這個支撐 我們先把他打上去吧 這個支撐是非常大的 就是這個 之前就講12830這個位置 大支撐 大支撐在這裡 所以說他 在剛剛早上呢碰到了這地是12829 完美的碰到然後呢 完美的反彈到現在這一條線 這條線也是 之前抓的 那 是一小時結構啊 比較短一點 所以說他從這裡到這裡也是滿足了 直接從 這個支撐到壓力 滿足了 那現在開始呢又在撞 在撞 他這個地方看要不要過去 撞了好幾次 那這邊都有一些 壓力一直不斷往下壓下來 那現在看起來 有機會做反彈啦 那但是 其實現在台股也 夜盤應該會比較跟 對我們沒有看夜盤 我們這邊回來看夜盤 反正納子目前是 在昨天呢 的數據公佈之後 回歸到一個大支撐 那這個大支撐目前 看起來還沒有跌破 那 以做多方來說 他是一件好事情 我目前的一個 納子的一個 講解是這樣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 這個 那整體我覺得我最近 看不太懂 那目前的一個 情況 目前的一個情況是 底部呢有一條 不是那麼準確的 上升趨勢線 我是以這邊 這邊 這邊 大概上 3跟4跟K吧 用60分K去看的話 是 還沒有底下來 啊沒有底下的原因 有可能這邊會有支撐 或是這邊是支撐 所以他沒有底下 對 就有一點 那麼點看不懂 那目前一個 如果說要抓上 上壓跟下撐的話 最底部的支撐當然就是 神經呢在上禮拜 上禮拜講 反覆一直講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做搭 做在這個15650這個位置 然後 他就會拉一段上來 對 這邊大概有個 我是覺得做期貨應該不會做 那麼的長 除非說你的規劃是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都沒做那麼長 我都比較偏 日內波 這樣子 OK那反正就是有 這個到這裡 所以他下一個壓力點 我們就看大的 大的就是15965左右 然後中間這邊有個過程呢 我們就看一下這邊是一個區塊啦 這邊是一個區塊 今天我都在做觀察 這邊是一個區塊 這樣子一個區塊 然後 下來的話 這邊比較 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反反覆覆看 然後 也看不出一些什麼端倫 那現在一個比較不好的結構是 如果說NAS能夠順利突破的話 比較有機會啦 不然應該是 應該 非常有機會 會被壓在這個下降趨勢線 目前是這樣子 那跟其實這邊有點像 跟左側這裡有點像 左側這裡也壓得很漂亮啦 那時候其實就有畫出來 後來把線上 壓得很漂亮 壓得很漂亮 然後這邊也是壓得很漂亮 他走一個極 那物極必反 所以他現在也差不多到達這個 可能是支撐位 但沒有到很確定的支撐位 所以現在是 還需要再觀察 我現在看不 看不是很明白 但主要看大 大的 上壓跟下壓的話 就比較明瞭 就是在15650到15960 15950 差不多那個level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在近期呢 也是被這個大盤 瘋狂的 往下去帶 這個圖還沒改 OK看一下吧 台積電 台積電呢 我覺得這中間 可能也不用畫了 大致上可能就是 直接看大的就好 也是 也是這樣子 這樣子 完全不怎麼起色 所以說 支撐這個地方 如果真的有機會 砸到這邊的話 大家自己在考慮看看吧 因為 他把這個缺孔 又把它給填走了 昨天就 稍微來打一下 今天上壓 下來 看明天吧 因為我說 一天跌破 隔天再拉回來的話 就 比較 強勢啦 可能最後他直接反彈機會 會較高 如果說明天的走勢 是直接收回的話 那後面 可不可以期待 他會來一波爆發 如果說是這麼強勢的話 就是說今天的這一根 就是彎彎全全的 洗盤K 所以說他一根的那種結構 就非常的強勁 對就是彎彎的洗盤 但 遇到這種洗盤 你也很難去防啦 你也很難去防啦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個股吧 我們個股 這部就只有六檔 我們從這個加登講到這個 字緣 OK我們看一下 3680 OK那 加登的話 好像就是在這個地方 慢慢的走 就不要這樣 直接一條這個 加登的部分他其實 目前這邊這個結構 他是 算是 把這個 大概2021年的 1月啊 3月跟4月這邊的高點 是突破的 壓力是突破的 那 他今天其實 老實說你說有疊嗎 我覺得 也沒有啥疊啦 沒有什麼疊 那我們切成 一個小時 的人 看 就覺得也差不多 就是在這個level 就差不多在這個level 那 如果說以這兩根的上影線 上影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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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4、5根上影線來做 看法的話 那確實在 3月22號的9點 就是開盤瞬間突破 突破之後上漲 砸下去之後 疊破嘛 疊破我說什麼 一根再回來嘛 就有點像我剛剛講的 一根疊破 一根再回來的感覺 如果從明天有一根再回來 喔是跟剛剛台積電一樣 疊破支撐一根再回來的話 那他勢必是有機會 你看 我這往上漲 他還有回撤勒 還很好勒 還回撤 往上漲 對那 後面其實就是在這邊混啦 在這邊混 那 整體的感受就是 只要不往下 重疊的話 個人都覺得 還OK啦 那重疊的 看法會到哪邊 我看一下喔 這根爆量 不好抓 可能要抓個5% 然後去賭他 有可能往上噴吧 當然如果說 要再看精準一點的話 個人會比較傾向於說 就是只看一根K棒的話 比較簡單的話 就是做破底翻 那破底翻的話 其實他這裡有非常多 低點 354.5 一根 355 355 也是一根 然後這邊最低的時候要352 然後呢 如果說要怎麼去看 如果說 有一天 噢 當天 或是說 當下的某一根 小10K 這樣 跌破 又抽回來 這是 假設是一天的話 有跌破這邊 又一根 這樣子下你先抽上來 當然我覺得這個機率呢 呃 比較小一點 就像這一根 這個3月29號這一根 你直接一根 可以把完美複製到這個地方來 他的低點呢 肯定是把這個地方給打破了 把這個低點全部打破之後 再抽回來 如果說 日線結構是這一根 移到這一根的話 完美 就直接把 低點的位置當作是 停損價格 然後就可以往上去拉 那個是主意想要防守的 當然是天的啦 如果說你用 呃就是用這個小10K的話 小10K的話也是差不多啦 那小10K的話 比較像是說 像這樣子 一根往下疊 然後另外一根又抽回來 那是比較難做判斷 如果說是小10K 是當下一根下來 一根上來 那就是你有在看盤 做當中的人 你可能 應該說有在看盤的人 你可以 做考慮啦 目前 看盤第一個嘛 再來的話就是 呃 整個是 等待價格 等待價格 那如果說不想等的話 就直接做進場 然後拉好這個波段的 這個 停損價格 我認為 也還是OK的啦 OK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全新 那全新的話 當初很早很早啦 就 是在那個過年前 的一個入場點在這裡 然後後面就有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然後再來呢 上去踩踩再上去 然後那時候當初我是把 白色的線當作是壓力 所以 我自己是沒有到非常看好說 這地方突破能夠再往上走 也不過 呃 他在3月28有打到壓力 然後這根出貨 出貨之後 又再做創高 那目前的一個看法 因為我之前抓是抓 我是直接抓白色線 我白色線在那邊拉過來 所以 你說現在 有沒有機會 我個人 沒有到很確定說 他這個支撐 他到底要看 黃色呢 還是看 白色 我目前觀察不出來 觀察不太出來 他到底要看 哪一邊 對這個需要可能 還需要做觀察 當然搞不好 你就說 老子就想要直接做白色線 白色線你說大支撐 好那我信你 我直接做 有可能就上去 當然有可能 他跌到黃色線 才又整理整理 才要上去 也是有可能 那目前 看滿出來 因為他的 小 他的結構拉出來之後 壓力在這裡 然後變成支撐 然後這邊反而又是 我個人覺得說前面拉過來有可能會形成一個 壓力的位置 這邊就比較難去做判斷 當然也OK 你把它刪掉也OK 那這樣看的話 你就是在這個 這個位置去 做考慮 我覺得也是 合情合理的 不過目前不知道 不確定 可能還在觀察 或者是說 盤中 看小時可以去 發現之類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檔是 生技類股的強生 今天上漲了 3% 然後被往下回壓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個地方可以劃掉 我們只要看這個區域就好 這個區域是什麼 基本上這個區域就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壓力 就把那都是壓力 那我之前就劃了 所以說今天呢 上來呢 強勢上來 到壓力 那如果說你盤中去 追進去的人 那最後被殺下來 這個有可能 明天會持續下跌 機率可能有的 機率是有的 但我也沒辦法跟大家保證 如果說他能夠 再次收盤 收上去 收盤收上去 然後回撤這邊或許是一個機會 但是 要講的是你看 這邊開盤 只是一根殺下來 所以說他的套牢壓力 其實是非常大的 我們就問嘛 有誰被套牢 應該就蠻多人被套在這個 剛開盤的這個 因為他爆大量 他原本是掌停板 直接被打開 直接疊 這五分鐘直接疊5% 我那會 這個會想死吧 所以如果說你追掌停板 直接疊5% 我相信 大有人在啊 因為 其實股市呢 就是在賺這些人的錢 賺這些追掌停板的錢 那當然啦 追掌停板不一定是壞事 如果說你有策略做出場的話 那你肯定能夠用這個策略去賺到錢 對 當然是要好的策略 所以 基本上 這邊哪邊有壓力 我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個人就會放棄這一檔 我這直接講我會放棄啦 因為看不懂 OK我們來看一下 威剛 威剛也是 最近很火紅的這個記憶體 然後我們在3月25號 我把他丟進來 不過應該是一直都沒有到啦 3月25號是在 3月25號丟進來有到耶 講錯講錯 因為我自己沒有做進場 所以有時候 講太多會忘記 那我們的進場點是在 325 入場點在325 那天講的 325是在假日講的啦 假日講的 然後後來的底到這個位置 3月29號就往上 往上走 如果說當初有做進場的話 那是能夠拉出 13% 這個漂亮的一個報酬 基本上10%或者是說 這個地方拉上來這個位置會先賣 8%左右 前高 這根可能就會先賣 那再來拉出去 就是看自己 對 那目前 13% 對 現在拉上去呢 要嘛看 支撐壓力的結構 要嘛看均線 因為 你要有心中有個底 當然這個要怎麼看均線 自己也很少在看 都是看結構 那看起來應該是 守時日吧 Maybe 因為我對均線沒有到非常的理解 均線 那再來 嗯 支撐有可能的支撐應該是在 跟大量上來嘛 有點難判斷 這有點難判斷 目前還是看均線吧 這個 沒有 不太需要改 需要改就是 打一個入場點 打算掉了 不要假日 這樣子好 反正在假日講的啦 假日講的 就是 講那個支撐 那當然也是過了好幾天才進 那要不要坐進場 都還是看均線 現在我就沒有了 OK那看一下 這個是這個 創維 創維今天開盤之後 往下跌 對他今天好像是 儲全席是不是 我看一下他圖是有沒有長 長得不一樣 因為儲全席好像長得不一樣 確定view今天好像還沒更新 應該這樣講 好像長得一樣耶 我覺得這裡 我覺得這裡還是用平的去看 好像比較好 感覺像是這樣 喔 沒有 我用 有磁吸功能的看 OK 反正 我覺得 還是不要這樣看 這樣看感覺比較好 看他這個結構 然後 然後 反正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啦 他也不是一個看空的結構啦 我個人覺得 就是他也沒有跌破 他也沒有拉出一個什麼 很醜的一個形態 然後去跌破 M頭啊 頭尖頂啊 然後 一個什麼 假突破啊 什麼都沒有 所以說 這個如果說去做空的話 我個人覺得搞不好明天就上漲了 因為他剛好到直升線了 當然 我不考慮在 趨勢線這個地方去做點 因為 我還是看平底線 那平底線 目前我們看起來應該是 如果說有機會過大概 130以上的話 才是一個比較漂亮的突破 但突破130大家有看到 畫面中還有大概 就是上面還有一層 136這邊會有一個壓力 所以他會不會突破我也不知道 對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自圓 那自圓之前呢 就有拉上去 這是突破這一層之後呢 然後拉上去下一個壓力 然後就被打壓下來了 所以 那時候其實在這一天的時候 把專訓會員更多 我說他突破了 他突破了在考慮做進場 然後 這個地方有一次嘛 有機會上車一次 但是要在收盤的時候 做進場 然後呢如果說不想要收盤的時候 做進場呢 這一天 這一天砸回來的時候 也有機會 大概是 181 對這邊是一個 可以考慮的點 然後後面就拉上去嘛 後面就 從180拉上去 他是先拉到這個頂部啦 然後 橫盤 大概一個月吧 是先拉到這個位置 大概11% 後面才拉到這個位置 所以說每個壓力 如果說你都有去出場的話 基本上如果你有兩張 是賣掉一張 然後賣掉一張 沒了 或者說你有兩張 你賣掉一張 然後再來賣掉半張 或是去賣零股之類的 對那反正呢目前的一個概況 看起來比較像是 這地方是沒有辦法突破的 是沒有突破的 往上拉好了 拉到這裡好了 這一檔就蠻有機會 如果說 主意不想拉 丟給散物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 可能也不會撐 可能慢慢都緩跌緩跌 緩跌到這個地方來 那緩跌到這個地方來呢 你可以去考慮 或者 考慮做破底翻 對或者你就是 你就是全部都做破底翻 OK 比如等待一天的一個行情 插一根針 再上來 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這一根 這根完美的 貼到這個地方來 插一根再這樣子 上來 好像有那個複製K棒 好像 好像不太好用 是不是 對啊 他這個不好用 顏色 顏色 這是什麼 不懂 反正是有一根像這樣子 結果大家想想成一根圖釘啊 或是說那個露營的一根鐵釘 砸在這個地方然後抽回來的話 你可以只做這樣的一個 日限級別的破底翻 也是OK的 對 好啦 今天的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待會再來錄 第二部部版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 fate 再見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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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